小胡说 当天上午他回慈禧之后 三幅贴一直贴到晚上才死掉 后来发现 背部 腿部和肚子都烫伤了 当时的照片看着比较严重 小胡说 这儿医生给他涂了药膏 诊断是高温固体烫伤 现在烫伤处已经好多了 在万成治堂秦医生办公室外面 有一幅关于三幅贴的海报 最下面是注意事项 字比较小 提醒贴肤时间 成人以二至四小时为一 儿童以半小时至一小时为一 您当时没注意是吗 我当时连这个东西都没注意 直接他们告诉我在这间 我就直奔这间来贴的 那你也没跟医生说你是第一次贴这个东西 我说过 每个人我其实有意无意我都要说一声 其实贴三幅贴不是每个人单个人来贴的 屋子里应该很多人 我给你贴的时候 其实别的人也应该能听到的 对吧 可以 我相信你们有 我相信你们有那个录像 你可以去查 那天我是九点多 我到他办公室的时候 当时没有人贴三幅贴 就有病床上躺那几个人 没有人贴三幅贴 部分人贴了确实会有发氧发烫的反应 他办公室一进门的墙上贴了一张A4纸 上面写着三幅贴注意事项 其中有一条是首次贴一小时后死掉 我当时没有看到有这张东西 你说真话 这个确实是我今天中午刚贴的 看到没 今天中午刚贴的 出了这个事情也是为了 对 我这心里说实话 我对每个病人都很负责任 秦医生说 发生这事他也很内疚 此前也私下通过微信 转了2000元给小胡作为补偿 可小胡说 自己才25岁 还没有结婚 而且还兼职瑜伽教练 身上的烫伤对自己影响很大 对于患者提出来这个要求 600块钱的一个要求 我们是不接受的 我们认为为什么 从那个 因为这个调解医疗纠纷 还是有很多渠道的 一个是一条会 还有一个就是事故建立委员会 那我觉得可以走这个渠道吧 还提出了另外一种方案 我说你们把我这个疤痕 负责到底去除 跟我的原来的皮肤 恢复的差不多就OK了 你们医院给我出个证明 那个医生 当时医生也不能接受 小胡说 他去咨询过皮肤美容方面的医生 万一刘疤通过激光去除疤痕的话 估计得好几万 在万成这堂做诊的一位 皮肤科专家帮小胡看了看 认为问题没有小胡想的那么严重 知名的专家都在我们这儿了 我们肯定有信心的 是不是 对他这个发生的问题 但是他的确恢复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包括专家也说了 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 一年后 我身上还是一个一个的黑色因子 那我们自然会有 那怎么办 那自然会负责到底 那既然是我们这里 负责到一个什么程度呢 会通过 会帮我把这个疤痕 比如说通过激光的手段 比如说其他一些物理手段 会帮我去除掉吗 那可以啊 我们也会有这个 那个啊 就是说既然是我们造成的嘛 那我们肯定要负责到底嘛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